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鸟董乐言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鸟董乐言一千日,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第五百九十九日,主题时回向,无腹解脱回向 经文段落,真得所如,此方无碍,明无腹解脱回向 以上小文,恭请见会法师慈悲开示 感恩阿弥陀佛 好,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乐言一千日,第五百九十九日 我们要进行新的单元,是时回向的第九 无腹解脱回向 这是乐言经中谈到修正的位次 这个修正啊,就是有修就有结果 从事,见修,随所,发行,安利,圣位 好,那这修行是一条路啊 这条路是要渐渐的趋向于圆满 哪一个地方是圆满呢?就是成贤,成圣,有所谓的三贤位 叫实性,实柱,实行,实会向 好,这个是贤 那再来呢,那再来呢,到了实地,就是圣位 那贤跟圣啊,就是我们要自行圆满的一个目标 那怎么做?要从事见修 那年经理教我们要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清静的方向,正确的发心 所以呢,这里就谈到 如果依着这个方向来修行 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十回向 这十回向呢,是延续第八 真如向回向之后 那有第九,叫做无辅解脱回向 这个无辅解脱回向啊,就是 真得所如,十方无碍 所以这里看到真如两个字啊 这变成两个分开的字 中间有得跟所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其实真如就是这句 这句是完整的真如的意思啊 很多人以为真跟如啊 是一个词啊 事实上呢,这个真得所如 叫做真如啊 那真正的得到的 什么意思?所如啊 如就是一致 如实,如是 那什么叫一致呢? 跟什么一致呢? 好,就是我的心跟实相是一致 我的心跟佛一致 好,那我们一开始在学佛 就感觉自己跟佛是不一致 好,那我是凡夫 佛是佛 好,那凡夫跟佛啊 哦,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佛说的是很完美 但是我的行为跟思想都差很多 所以没有办法一致 那就觉得学佛很遥远啊 好,但是呢 经过了建修之后啊 哎,我们的心越来越一致了 跟佛一致 好,那怎么样跟佛一致 你的心呢 其实你的内心啊 已经是跟佛一致 这是我们会攀缘 所以啊 从小到大累积了很多 不一致的 我们看到有些人哦 他讲 表面讲的是一套 那心里想的是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在这个世界上啊 似乎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 所以你慢慢的就以为 啊,就是 本来就这样 这个心啊 就已经离自己的本如 已经离得很远 好,那你的心 什么时候离很远呢 在轮回的过程 每一个人只要轮回 一切众生轮回 都是因为不一致 好,所以你要真的达到 你的内心跟你的思想 好,一致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无碍了 十方无碍 好,这个就是 所谓的无辅解脱回向 好,那大部分的人呢 都觉得这只是唱高调 好,那我明明就感觉啊 自己跟自己的心也常常都不太一样 我今天本来很想要好好的静下心 结果呢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或者是看到一个人 或者是呢 有一个事情发生了 你就开始觉得心啊 我没有办法很安静 很平静 愤愤不平哦 有很多的思想 患得患失 那大部分的人呢 都在这种情况当中啊 投出投没 一整年 甚至于呢 一辈子都是如此 从来没有停过啊 好,那好不容易的来学佛 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点平静 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平静本来就是如此 那怎么会自己不知道呢 所以呢 以前啊 这是有一个大师啊 他就来问 他说我要怎么样解脱 就很想解脱啊 那他的师父啊 就问他 那你是被什么绑住啊 好,那你被绑住才要解脱嘛 那可是呢 我们想一想 到底什么绑住我 我可能觉得是 我的孩子绑住我 或者是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绑住我 或者是呢 别人的眼光绑住我 或者是上一辈的价值观 父母的期许绑住我 其实呢 我们想一想 真的吗 好,所以这个大师啊 他就思考了一下 发现呢 无人福 没有人绑我啊 那他的师父就说 那既然无人福 何更求解脱 你为什么还要求解脱 你本来就没有被绑住 为什么你要解脱 所以这里呢 谈到的无福解脱啊 其实他无福就是解脱 解脱啊 其实是如 如你的如啊 所以真得所如 就是能如对所如啊 就是一致 你的能得之心 能修之心 能思之心啊 与所如 所修之尽 你的实相 或者是你的内心当中的本然 在一致 这时候呢 你到哪里都不会障碍 那如果你有障碍呢 可能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学历啊 人家都看不起 因为我没有钱 人家都看不起 因为我没有被人家称赞 没有被表扬 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那如果是这样呢 其实啊 这个就是有碍 那有碍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心啊 觉得要得到什么 才能够感觉自我肯定 那这样子呢 你的内心啊 就会一直在不如的状态 所以啊 要达到无福解脱 那得要怎样 如如实 如是 那这样子就会无碍 你到哪里都很无碍 做什么都无碍 你是什么都无碍 人家怎么看你 你都无碍 那这真的就是 很自在的境界 好 那在华言经里面呢 就谈到 佛子云和为菩萨摩和沙 无浊无福解脱回向 那这个华言经呢 还把这个无福啊 再加上一个无浊 为什么还要加这个无浊呢 其实一个是比较粗的 一个是比较细的 那在这个解释里面呢 就谈到这一段呢 是于何无福浊也 是要有福又要有浊啊 那我到底是被什么绑住呢 我们就要知道有十种对象 那有五种是自身啊 就是心 你的心 或者是我的身 我的口 我的业 我的果 那我们一个人的身心啊 大概被绑住的 就是有这个 心不得解脱 身不得解脱 或者是我的口啊 或者是我的业 我的行为 甚至于我的行业 哎呀 我们都被身体绑住了 又被自己的事业绑住了 或者是会被你的果报绑住了 那这个叫做自身 或者是呢 哎 你在境界再高一点啊 对于所做的佛事啊 哎呀 你就是修行也会执着啊 也会被绑住啊 我今天每天都念佛 今天突然没念佛 觉得心很空虚啊 好 那一步修行啊 就感觉自己好像有业障 你对于这个修行的境界啊 有一点点的执着 那再来 我到净土去 我就很自在 那我离开净土 我就很痛苦啊 那你对于所做的这个清净的法 那你是也有辅着啊 所以呢 这所做佛事有什么 有世界 有佛刹 众生 法 含至 那这是五类 是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佛刹 就是哎 这个极乐世界 众生啊 哎呀 我们对于众生啊 也是会产生执着 这个是我度的 我就要跟他同一组啊 他就一定要跟着我啊 我真的是放不下啊 我度了这个众生啊 而执着了众生像 哎呀 我很会度 这些人都听我的啊 那你如果是这样呢 你其实已经被自己的执念绑住 而不是被这个众生绑住啊 所以呢 哎呀 修到了什么 哎 对于自身的心生口业果 对于所做佛事的世界佛刹众生法制 好 这五类 也啊 加起来总共有十类啊 那你都不服不着啊 那真的就是很高的境界啊 好 那这边呢 就在讲啊 有着故伏啊 十事五对 就是这个执着 有了执着才会被绑住了 所以无伏啊 来自于有着 我现在也被扶住了 就是因为有执着 所以如果要把伏去掉呢 就是要把着去掉 那有哪一些类别呢 啊 就是不服生死不着二胜 不服外境不着于内 离以现行福 无物种子着 不取有福 不值空着 无祸障福 无智障着 这个福跟着啊 一个是粗的 一个是细的 那我们对于这个生死啊 这些外面的境界啊 我们都其实啊 第一关就是要先修这个 要先不怕死啊 再来呢 不要造恶业 不要有现行啊 那对于这些现象呢 哎呀 我们至少要能够看清楚 不要被这个境界所迷惑 这是粗的部分啊 那拙呢 拙就是细的咯 再进一步呢 你连这个源头 起心都念 都能够啊 如实的了知 能够呢 不执着 那你内心啊 就会一层一层的解套 好 那这边呢 就在讲哦 《华严经》里面就讲 菩萨摩和尚 要怎么样叫做 无着无福呢 他说 与一切善根 行神尊重 哦 原来呢 哎 要修这个无福无着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哎呀 你对于所修的这个善根 所行的善法 你的心啊 要很尊重 那怎么样很尊重 其实我们大部分呢 修行不成功哦 是因为你没有很尊重你自己在修善法这件事情 你也没有很尊重你是一个修行人这件事 如果你尊重你很在意 你说所修的善法有没有效果 你是不是真的在修善法 你一定排除万难 因为这件事情最重要 好 可是呢 我们会怎样 啊 师父 很抱歉 我身体不好 所以哎呀 要请假 没了 你的善根啊 要修 你的障碍来了 身体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哎呀 这个人家 这家里面的人 反对 你这个修善法 修什么 修什么佛 有什么好修的 一丁 哇 这个家人有意见 你又放弃了 那再来呢 哎 我要修行 结果呢 有人说 哎呀 那个佛教都是在恋财 你看这些出家人呢 有的也不知不怎么样 你已经被你的这个分别迷惑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反正呢 有人说就是对的 结果呢 因此就不修行了 哎呀 我不喜欢这个佛教 我不要修行 其实你喜不喜欢佛教 都不要影响 你要不要修行 那你要修行这件事情啊 不管你遇到谁 你都不要被影响 为什么 因为你是自己在修行 如果因此而不修行 啊 其实不是谁的错 是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 所以呢 于一切善根啊 心生尊重 其实是要你自己啊 要很肯定你自己 只要修善法 你一定是佛啊 一定会成佛 而不是别人讲什么 你会不会成佛 这不是别人的事情 也不是你是不是遇到一个很厉害的 善之士啊 来帮助你 拉拔你啊 所以呢 这于一切善根 心生尊重的时候啊 你会怎么样尊重你自己呢 第一个 于出生死 心生尊重 所有一切事情啊 都没有比出离生死来的重要 啊 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于摄取一切善根 心生尊重 心生尊重 于希求一切善根 心生尊重 啊 我要好想修行 好想修行 啊 而不是 啊 我现在好累哦 我已经修很多了 啊 我要休息 所以呢 这个就是啊 你自己有没有 对于修一切善法 修一切善根呢 你自己的心啊 非常非常的肯定这件事 好 忏悔这件事情也是 哎 我忏悔 啊 我的嘴巴讲讲啊 都不是真的忏悔 毁诸过业 哎呀 我怎么怎么搞的 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恶业 重复又重复啊 啊 怎么已经忏悔那么多次了 怎么还是有事 老毛病呢 啊 你就一定要下定决心 啊 对于自己毁诸过业 我绝对不要再来了 那我绝对不要再犯 啊 心生尊重 啊 哎呀 对于水喜善根 心生尊重 那再来呢 于礼敬诸佛 心生尊重 于合掌恭敬 心生尊重 于鼎礼塔庙 心生尊重 于劝佛说法 心生尊重 好 于如是等种种善根 皆生尊重 随顺 随顺 人可 哎呀 这些原来都是善根 哦 你看 只是合掌 哦 那个合掌有什么了不起 合掌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很简单 但是你有没有很尊重 你合掌这件事 啊 所以有些人呢 啊 刚开始学佛 他合掌 是很认真 很恭敬 哦 合掌久了呢 就爱合不合 手指都都开开的 然后呢 手就垂下来了 那表示了 你的心已经散乱了 你没有那种恭敬之心啊 好 那礼佛也是啊 哎 我们已经常常礼佛了 好 所以开始迷迷糊糊 随随便便 糊里糊涂 稀里糊涂 你就是这样乱理一通 哎 因为你觉得已经 哎 很熟了啦 我们都很熟了 没什么 那你如果是这样呢 也是自己的内心啊 没有尊重 所以呢 于如是等种种善根 皆生尊重 随顺人可 那以住善根如是回向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的善根啊 就达到最高点 要怎么样回向 以无着无福解脱心 成就普贤深夜 以无着无福解脱心 清净普贤与业 与无着无福解脱心 圆满普贤异业 好 这里讲到的就是普贤啊 已经达到了什么 普贤菩萨的身口意 这三页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修的普贤行 到了无福无着解脱 已经啊 叫做成就了 就是已经是大有成就了 非常成功 怎么样成功 就是你的身口意 就跟普贤菩萨一样一致 你做的事情 你想的话 想的事情 讲的话 全部都一致 那这个呢 就是什么 就是无福无着回向的功德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 就讲到 真得所如 你真的得到 你的什么 你的心跟佛 跟普贤菩萨一致了 此时啊 十方无碍 好 这叫做无福解脱回向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师父 各位师兄 今天轮到我跟各位分享 那昨天是整个华元法会的结束 那我也分享一些心得 跟各位做一些报告 11月17号到昨天 整整的10天 就在这个会场 感恩师父 感恩大会上 给了所有的佛子 不管是各位师兄 义工师兄 能够有一个法器充满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法会 坦白说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参加的正式法会 也要谢谢师父 当时鼓励我全程参加 我收获得非常满满 看到所有的师兄 满满的感动 我在整理这个报告的时候 每一天的过程 都到脑袋里面飘过去 每一个人 每一个经过我前面的 所有的师兄 每一个所呈现出来的 那种法器 那种庄严 让我到现在还是很难忘 跟各位分享所有的照片 那晚上的时候呢 更是让我觉得感动 就像一个樱陀某 每一个人所奉献的灯 照耀每一颗石 我相信 那当下的每一个 跟我一样 参与这个活动的 所有的师兄 都带着一种拔喜 一种感动 每一天就是这么的满足 那我今天重点是来 跟各位分享报告是 这几天 传承大和尚的开始 当然因为 在这个过程 我或许会有些疏漏 但是透过这个机会 也来跟各位分享 这几天 大和尚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重点 那我可能会有遗漏 但是我已经尽可能 把我所记得的 跟各位分享 如果有一些师兄 没有参加这个法会了 我也透过这个机会 跟各位师兄报告 大和尚到底那几天 跟我们讲哪一些的重点 让我们事实上 可以大家一起学习 我列了几个重点 和尚在开市的过程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叫到我们要善用情形 也告诉我们 要常住在出发心 为当时所出发心去常住 也告诉我们回向的力量 功德的力量 可以做很多的改变 很重要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 那个数学 其实是告诉我们 佛法不可说 不可思 不可以 那在某一天 在第五或第六天的时候 讲到因陀罗网 这天我后面会跟各位分享 我的感动跟心得 当然也提到善在宗旨 寻觅善知识的因缘跟决心 还有大和尚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发了百怨 华言的这一个愿力 那和尚告诉我们 法会是上天给我们书生的礼物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和尚告诉大家 原来他是天谷 时时刻刻他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大众念华言经 发菩提心 他也告诉我们 陈佛的旧经在华言经里面 有强调圣洁之心 那我对这个里面的说点 我每一个事情记下来的时候 我也在写这个心得 太多了 我就先收敛到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我的感动是在 菩萨因陀罗网 和尚说集体的共修 同心同平 会形成一个陈陀罗网 在这个菩萨的陈陀罗网里面 我们不会拉队 即使有时候你要退了道心 也会有其他的菩萨的功德 把你自己拉住 甚至分享他的光跟功德给自己 这样子的过程 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 跟上部队 其实在那个会场的共修 我就有深深感受到这个力量 其实有时候会很累 像我当直播 我站在那边拿第二个镜头 就是主机 其实压力有点大 因为我必须要把整个会场呈现出来 有时候真的很累 可是看到所有的师兄 那么用功的时候 我会激励自己 每一天我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没有在睡觉 睁开就在会场 十天一休就过了 所以这是我在那一天十天 我一个很大的感动点 那当下所有的 我们形成的一坨罗网 我感受到整个会场 满满满满的能量 在我诵经的过程里面 在直播的过程里面 每一个能量进到我的心 是如此的殊胜 就很大很大一种 一种激励 甚至于说很舒畅 那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那时间我自己的感动 光晴这位法师 慈悲开始 谢谢振兴的分享 这个分享 其实到这个阶段 的确也就像是 这个境界 叫做真得所如 十方无碍 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常常都在想 到底那是一个什么世界 那也很希望能够早点了解 或者是实际上呈现 或者是身处在这样子的世界 这样子的境界 所以法会 他觉得不会只有是一个人会成就 在这个过程 从一开始到诵经也好 或者是最后结束的圆满也好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是一个光点 那每一个人的如 这个如的境界 都能够如实的呈现 这时候所有的光 就会串联成一张网 那这张网叫做阴陀陀网 其实就是光网的意思 那这个网呢 就会把所有的真如心 达成一致 那达成一致的时候 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里面呢 都会有不同的感应 这个感应到交难思义 所以我们一般的词讲感动 就是你有所感 然后你会被撼动 就是感觉你的心 很有一种这种共鸣 就像这个天谷一样 就是谷是感应的 就是有这个声音会回应 你敲他一下 他就有回应 那我们的心也是如此 那你如果敲一下 就会回应 所以当大家读了这个经 一起来发出声音 现场呢 有一千个人 大家的心是一致的一起念 那这时候呢 这个共鸣 还有共同的共感 他就会形成一种力量 那不管你是谁呀 你都会有所感应 那师父举例 就是在这个会场当中 有一个baby 就是才一岁 那他每天 可能在家都没有那么乖 但是他每天 就被爸爸妈妈抱着 精神抖擞 其实他都还不会讲话 可是呢 我看到他每天 就是精神抖擞 然后呢 他就静静的 他就是当宅公的主 你说他到底懂不懂呢 其实他就是全场里面了 最懂的 因为他的心完全 没有其他的杂念 没有妄念了 他就一致 这叫真得所如 那你说 那我等他长大了 我再来问问看 他参加的心得 等到他能讲话 他就没有那个如了 他是因为现在 还没有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内心 最纯粹的那个心 跟所有的大众的心 就相感应 跟佛菩萨的心相感应 所以这个呢 就知道 其实佛就是在我们的心中 只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要用某些特殊的方式 或者是要追求到 某种特别的境界 特别的成就 你才有办法达到如 事实上呢 最简单的就是 你就坐在现场 然后你没有什么杂念 没有烦恼 也没有嫌快 也没有嫌慢 没有嫌冷 没有嫌热 然后没有嫌吃得饱 穿得暖 或者是没有嫌自己的 身体很疲累 心很疲劳 都没有起这种烦恼 你就是真的 就是真得所如的 所以这一次啊 不管你是看到了很欢喜 还是听到了很欢喜 或者是呢 你就是 其实也完全都不懂 但是呢 你在这个现场 你就是一个欢喜心 因为我们这个现场呢 有很多 也不是学佛 他是因为厂商啊 或者是呢 他只是来送便当的 或者是他只是在地的员工 他有可能呢 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感受到一种气氛 那只要呢 你有一点点的感受啊 你都是怎样 都是你的真如心在相应 所以呢 谢谢真心啊 还把大和尚的这个开示 做一个啊 这个节路 还有做重点啊 那的确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华言海会当中 有修到什么 修到自己的少分的相应 那你相应的多 你就真的就是回到你的真如心 那相应的少 至少也剥下了一个种子 所以希望大众呢 哎呀 以后有这个因缘 就一定要参加 不要那么 一定要等师父来劝发 或者是强迫 那当然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身心的状态 那安排 有时候也不一定如愿 只是呢 如果有这个因缘 你就尽量 那这样子呢 一定只会票价 修行这件事情 就是你多少的耕耘 你一定有多少的收获 甚至于物超所值 所以也是希望大众呢 就是不管是见着 闻着 乃至于呢 错过的这一次啊 至少 你也愿意再继续 再给 下一次再给自己机会 那么 就真的是 在这个十方当中呢 可以得到一个 解脱的回向 好 以上